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年底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,蓝绿白各阵营进入紧锣密故阶段。 本报今独家报道,现任市长柯文哲鸭子传水,表面冷看其他两阵营摇旗呐喊,私下却卖力炮行程, 以先扫亲自主持会议,还到各局处扫街拜访。 不过柯金受访则指会议大部分都还是自己主持,不晓得报道哪来的,至于到各局处拜访, 是因为他发现到各基层问问,可以更了解市政,还不错。 柯文哲上午出席产发局,美好关系二,阅读空间快闪计划活动后接受媒体联访, 被问集选战进入百日倒数,他有没有打算跨县市复选。 柯表示接下来应该还有一场在台中的签书会,以及一两场演讲,还没开始想复选的事情。 但若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于邀他站台,却没有找丁手中。 柯小柱要媒体别问这么难的题目,他和韩的私交很好,还去过韩家,私交归私交,这样就好。 至于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指科接下来两个月的复选行程,一旦跨县市复选,就很有可能是想挑战总统大位。 对此,柯文哲暧昧回说,我看不一定。 此外,本报金报道,柯文哲近期积极跑行程,几乎不太亲自主持会议,并也安排到各局处扫街。 柯文哲金则语代不解称不小的那个报道内容是从哪里来的? 会议大部分还是自己主持。 以前办那个变案会,都是跟科长一上,很少有机会问到最基层,工作有啥问题。 后来到各基层问问看,可以更了解施政细节,还不错。